好 我们今天来到耶利米书第20章 我们今天来到耶利米书第20章 我们读的时候都感觉耶利米书很沉重的 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耶利米书很沉重 我们只不过是感觉而已 这只是感觉 但这是耶利米一生的经历来的 但这是耶利米一生的经历 很多的遭遇 很多的控诉 很多人对耶利米那种谩骂 其实是耶利米一生之久 很多的控诉 很多人对耶利米的谩骂 对耶利米来说却是一生之久 他却背负着神给他的使命 他却背负着神给他的使命 神叫他去哪里讲什么话 他就去讲 神叫他去哪里讲什么样的话 他就去说 但这些话不是很重听 很令人听得很喜悦的说话 但这些话不是很重听 也不是让人听了很喜悦的话 其实说出来 那些人都很难顶 很难受耶利米一个这样的人 但这些话讲出来 人都觉得很难受 没有办法接受耶利米这样的人 但其实比耶利米更可怕就是 那个将要亡国的遭遇 这个经历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比耶利米更可怕的是 将要来的那个遭遇 是比耶利米讲的话更可怕 你可以说他是耶路撒冷 亡国亡城 最后一把先知的呼声 这是在耶路撒冷亡国亡城之前 先知最后一把的呼声 如果耶利米都不说话 整个国家就在不明不白之中 进入了这种灾难里面 如果耶利米都不说话的话 整个国家就在不明不白之中 进入这样的灾难当中 很多人对神 有很多的误解 那很多人对神就会有很多的误解 你为什么来到背弃我们 你为什么遗弃 就是同我们祖先所立的约 你为什么卑弃我们 为什么违背了 与我们祖先所立的约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遭遇到一些不幸灾难 我们总是有一种的instinct 有一种直觉就是将责任埋怨在别人的身上 当每个人遭遇灾难不幸的时候 我们总是有一个直觉 就是将这些怪在别人身上 是你搞成我这样的 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 但是无论是先知耶利米 或者是以西结 或者是之前的以赛亚 那种沉重的说话 是要让犹大知道 他们是责无旁贾的 但不论是耶利米 或者是以西结 或者是以赛亚 他们都要让人知道 他们是责无旁贾的 他们之所以亡国 是他们一个不归路的选择 所导致的结果 他们之所以亡国 是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不归路的选择 所以导致的结果 好 今天我们在20章 就是继续讲耶利米这种可怕的经历 那我们今天20章继续讲 耶利米这个可怕的经验 他是一个对抗先知 他是一个对抗先知 他跟全国 跟整个宗教建制都在反对 他跟全国 还有整个宗教建制都在反对 大家其他的先知 来说平安 平安 平安是没有事的 你看我们的宗教改革 我们已经废除偶像等等 这些叫人平安的说话 相对于耶利米所讲说的 都变成是方话 所以其他先知在讲平安 平安 因为我们已经有宗教改革 已经有宗教的建制 但是相对于耶利米的来说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家宗教好像已经回归 去敬拜耶和华了 国家的宗教好像已经回归 回来敬拜耶和华了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神是看到的 但他们不知道神其实看见的 神说你们每条街 就有一个祭坛 神说你们每条街都有一个祭坛 每个城都有他们所拜的偶像 每一个城都有他们所拜的偶像 我都看到 我都看见 然后就跟耶利米讲 你去路上看看 哪里有一个宗教改革 只有一位 我都可以来射灭耶路撒冷这个城 他就说耶利米去街上看 有没有一个宗教改革 只要有一个 我都可以赦灭耶路撒冷这个城 连一个都没有 但连一个没有 然后神又跟耶利米讲 你不要再为他们祈祷了 然后神又跟耶利米说 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 就算阿伯拉罕 怎样为索多玛 俄摩拉祈祷 今天我都不会再听你祈祷了 就算亚伯拉罕怎么样 再为索多玛 俄摩拉来祷告 今天我也不会再听你祷告 甚至撒姆尔怎样为当代的 以色列民来祈祷 耶利米你收声了 你不需要再为他们祈祷了 就算撒姆尔怎么样 为当代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 耶利米你都不需要再说了 不是神硬心 不是神的心印 而神见到百姓都是硬心 而是神见到百姓的心印 他们没有办法回转 但是神对耶利米的吩咐 所托付要说的话 耶利米仍然都要说的 但神对耶利米的吩咐 托付要讲的话 耶利米仍然要说 今天可以说是耶利米 是第五首的哀歌 今天可以是耶利米第五首的哀歌 在第十五章 十七章 今天第二十章 我们都读过 这种先知在神面前的 撕裂心肠的呼喊 在十五章 十七章 甚至今天二十章 我们都读到 先知在神面前撕裂心肠的祷告 譬如第十五章 我的母亲我有祸了 因你生我作为与遍地相争的人 譬如第十五章 第十节 我的母亲我有祸了 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 他是一个 为自己的生存 来到痛苦哭泣的人 就是为自己的生存来痛苦哭泣的人 但神一直来兼顾耶利米 神又这样跟耶利米说 你若归回 我就将你再带来 站在我的面前 他对耶利米说 你若归回 我就带你再来站在我面前 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 来到分别出来 你要将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的口只可以讲宝贵的话 你的口只可以讲宝贵的话 虽然对很多人 听起来是不忠听的 但你一定要继续去到讲 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忠听的 但你仍然要继续来说 他们最后听到他们会归向你 但你不可以归向他们 他们听到最后他们会归向你 但是你不可以归向他们 那早几天前第十七章呢 那之前的第十七章 就是第四个耶利米的哀告 就是第四个耶利米的哀告 比如在第十五节呢 比如在第十五节 其实第十五节这里说 那些人在挑战耶利米 那第十五节这边讲到 人在挑战耶利米 亡国亡国 亡国在哪儿 王国亡国在哪儿 你讲的预言都不应验 你讲的预言并没有应验 这些是让先知很痛苦的话 其实先知一路宣讲 灭亡 他一边都在祈祷 神啊你让这个日子不要来到 虽然先知一路都在讲王国 但是他却一路地祷告 神啊你让这个日子不要来到 亲眼见到自己 所宣讲王国的预言 来到眼前仍然是很痛苦的事情 亲自宣讲王国的预言 如果来到眼前其实是很痛苦的 那些人就在那儿质问你是假先知 那所以那些人就在质问你是假先知 你说的亡国是不会发生的 你讲的亡国是不会发生的 那先知就回应了 那先知就回应 至于我 第十六节 跟从你作牧人的职份 我并没有急忙离弃 第十六节 至于我那跟从你作牧人的职份 我并没有急忙离弃 我不会因为这些敌党 我就离弃我的职份 我不会因为这些敌党而离弃我的职份 也没有想那灾央的日子 也没有想那灾央的日子 我想都不想 那些灾央的日子就太可怕了 那些灾央的日子实在太可怕了 每次他接收到那种审判的讯息 他眼前就是这些灾难的场面 血流遍野的场面 每次耶利米接收到这些灾难的信息的时候 他眼前就是这些血流灾难的场面 我想都不想 他说我想都不想 这是你知道的 这是你知道的 如果我再想多一点 我就根本做不到人 我根本不能够生存下去 如果我再多想一点 我就根本没有办法做人 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他说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 连半句compromise 那些妥协的说话我都没有讲过 连半句妥协的话都没有讲过 就如你对我的吩咐 我要将宝贵和下贱来分别出来 就如你给我的吩咐 我要将宝贵和下贱来分别出来 第十八节 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 可不要使我蒙羞 第十八节 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 却不要使我蒙羞 其实大家对耶利米是很有反应的 大家对耶利米是很有反应的 不会让这个疯子和狂人 周外来说这些灾难的说话 不会让这个疯子和狂人 到处去讲这些灭亡的话 很多人用各样的计谋 很想谋害耶利米 很多人用各样的计谋 很想谋害耶利米 耶利米说 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 却不要使我蒙羞 耶利米说 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 却不要使我蒙羞 使他们惊慌 却不要使我惊慌 使他们惊慌 却不要使我惊慌 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其中发觉他很喜欢将同一个动词 改变个时态与语态 来重复使用 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他喜欢把一个动词 用不同的时态 然后再用 语态 把那个语态用了再用 使他们惊慌 不要使我惊慌 使他们惊慌 不要使我惊慌 使他们蒙羞 不要使我蒙羞 使他们蒙羞 不要使我蒙羞 其实听起来 真的好像一个人 在这里喃喃自语的嘛 听起来就好像一个人 他在喃喃自语 好 今天耶利米书第二十章 就是最后一次的哀告了 那今天耶利米书第二十章 就是最后一次的哀告 就是描述他内心世界里面 他怎么样向神祈祷 就是描述他内心世界 怎么样来向神祷告 他怎么样来消化这一切的遭遇 他怎么样来消化这一切的遭遇 这一切的患难 怎么样来到 让他的脚 但是他是坚持一直成为耶和华 一个中心的话语的仆人 但他却忠心地成为耶和华话语的仆人 第二十章可以说 全章就是讲这种经历 第二十章可以说 全章都在讲这样的经历 一到六节是讲他的一个遭遇 第七节到第十八节 就是他在这种的哀告里面祈祷 那七到十八节就在哀告当中来祷告 好 我给他的题目就是 可怕的遭遇生出可怕的勇士 我给他的题目是 可怕的遭遇生出可怕的勇士 其实他是讲耶和华第十一节 你是那个可怕的勇士 第十一节他讲到耶和华你是那可怕的勇士 耶和华与我同在 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耶和华与我同在 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耶和华你是可怕的勇士 耶和华你是可怕的勇士 你也使我成为一个可怕的勇士 你也使我成为那个可怕的勇士 在各样的艰难里面 你让我的口继续来说你要我传递的说话 在各样的艰难当中 你让我的口可以继续讲 你要我讲出来的话 但是这种勇士的生命 是在灾难里面来塑造出来的 但这样勇士的生命是在灾难中来塑造出来的 前面他也说过 我没有轻易离开你所猜牌我的 这个叫牧者的职份 我没有轻易离开你所猜牌我作为牧者的职份 我们今天首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 这个是什么遭遇呢 我们先来看一到六节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遭遇呢 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叫巴斯护尔的人 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叫巴斯霍尔的人 即是祭司的儿子 他是祭司的儿子 其实他也是一个祭司 他是作耶和华殿的总管 他作耶和华殿的总管 即是Secure来的 他是管理治安的官 他是一个管理治安的官 他是一个管理治安的官 他就听见耶利米讲了这些话 第二节他就打耶利米 然后就用家锁把它锁起来 在辩亚米高门内的家就把它锁在那里 所以这是一个羞辱 锁在高门那里 锁在高门那里 出入电门的人都会见到耶利米被塔在那里 出入门的人都会看见耶利米被锁在那里了 有时我想会不会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有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有路过的人都见到这个羞辱的场面 所有人路过的都看见这个羞辱的场面 这个就是耶利米当日的遭遇了 这就是耶利米当日的遭遇 第三节就是讲后来他被释放 第三节就讲到他后来被释放 过了一晚耶利米的心是很不爽的 其实是很痛苦的 他就讲了个人的专心对巴斯护尔的预言 他就讲了个人而且针对巴斯护尔的预言 就是说你的名字要改 你的名字要改 是耶和华语此说 你要改成马戈尔米撒笔 就是四面受惊吓的意思 就是四面受惊吓的意思 耶利米已经受了很多惊吓 耶利米已经受了很多惊吓 而巴斯护尔这个名字就是放轻松安乐的意思 现在他要成为一个四面受惊吓的人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你自觉惊吓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你自觉惊吓 你也必使众朋友来到惊吓 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 那什么叫自觉惊吓呢 什么叫做自觉惊吓呢 就是惊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就是惊吓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他里面的惊吓已经跑出来 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 其实是讲一种精神状态 一种恐慌症 而周围见到的人都在这种恐慌当中 你看见这个人到处都在那个恐慌里面 我们叫这些人精神衰弱 心血小 我们叫这些人精神衰弱 然后心血少 好小的事情就受惊吓 很小的事情就受了惊吓 因为这番话 巴斯霍尔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改变 因着这句话 巴斯霍尔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改变 以后他就不断活在这些惊吓当中 以后他就不断活在这个惊吓当中 他周围的朋友都受惊吓 因为他们必倒在刀下 他们要亲眼看到巴比伦的军队 如何来到进城 劳略他们的财富 他们要亲眼看见巴比伦的军 怎么样进城掳掠他们的财物 并且要杀他们中间的人 第六节 你这巴斯霍尔 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劳去 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劳去 你和你的朋友就是你向贪汪说假寓言的 都必老到巴比伦去 要死在哪里 壮在哪里 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寓言的 都必到巴比伦去 要死在那里 葬在那里 特别说到巴斯霍尔 他都是讲假寓言的 特别讲到巴斯霍尔 他也是讲假寓言的 就是你想想在这些大时代 你想一想在这个大时代 怎么样让大家人心可以安定地生活下去呢 怎么样让大家人心可以安定地生活下去呢 那些假先知就会不断讲平安平安 这些假先知就会不断讲平安平安 没有事情的没有事情发生的 相对耶利米讲的就很刺耳了 那相对耶利米所说的就很刺耳 耶利米要为自己所讲的来负责 他就被打了就被人扣起来了 那耶利米要为自己所讲的来负责 他就被人打而且被人锁起来 那是一个很难受的经验来的 很羞辱的经验来的 是一个很难受而且很羞辱的经验 好 那在第七节到第十八节 就是耶利米他的祈祷了 那祈祷十八节就是耶利米的祷告 那在五首的哀歌里面 耶利米的哀歌里面 这首是最长的 那在五首耶利米的哀歌里面 这首是最长的 耶利米说你曾劝道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道 耶利米的哀歌 你曾劝导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道 之前的哀歌每一次向神申诉的时候 神都安抚他 劝道他 兼顾他 之前他向耶利米去宣告的时候 哀告的时候 然后耶利米都会安抚他 然后安慰他 兼顾他 耶利米说我确实听了你的劝道 耶利米说我确实听了你的劝道 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 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 有人说这种是神对耶利米的压迫 可以说是神对耶利米的压逼 就是他没有办法有其他的选择 他没有办法有其他的选择 他想在思想上面开小差 过口讲其他的东西都不行 他想在思想上开小差 然后口讲其他的话也不行 他就是要讲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他就是要讲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其实耶利米是很挣扎的 其实耶利米是很挣扎的 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呢 可不可以让我有空间去休息一下呢 可不可以让我有空间去休息一下呢 可不可以让我去田野那里 走一走 散一下心 可以让我去田野那边走一走 散一下心吗 没有 他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 他说不行 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 有些学者这种说法叫Divine Compulsion 就是一种神圣的压迫 有学者说这样子是一个神圣的压迫 压迫 Compulsion 就是逼着他 他没有办法不去这样说 是逼迫他 让他不能不去 但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终日成了笑话 每人都弃弄我 但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终日成为笑话 人人都戏弄我 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 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 其实耶利米讲的话 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听 其实耶利米讲的话 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听 但那种声调 那种哀声的感觉 人都感受到的 但那个声调 还有哀哭的声音 其实人都感受得到的 一点都不好听 甚至觉得他是疯子 甚至觉得他是疯子 他说我哭叫有强暴和毁灭 他说我喊叫有强暴和毁灭 如果你不记得耶利米讲过些什么 就是这两个字 就是这两个字 强暴和毁灭 强暴和毁灭 而且是带着哀声来说的 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欲 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欲 他每日都活在这种被羞辱当中 他每一天都活在这个被羞辱当中 第九字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的心似乎便有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骨中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 必射在我谷中 他好像别人中暑 或者是那种叫什么呢 感冒 感冒到入骨 好像有人中暑或是感冒到鼓里面 是的 骨里面有火 就是鼓里面有火 他说我不讲都不行 他说我不讲都不行 好像骨里面的火在那边烧 好像骨中的火在那边烧 烧到我就要这样来哭出来 烧到我就要赶快这样哭出来 他很理智的时候 可以将整篇讲讲出来 很理智的时候 可以将整篇的讲章讲出来 但是他只是很痛的时候 他就会说就是强暴毁滅 强暴毁 强暴毁 但是当他很痛苦的时候 他就会说是强暴毁灭 是强暴也是毁灭 骨里面的火在那边烧 骨中的火在那边烧 是塞住在里面 他没有办法去抗拒这种经验 这种体会 是塞在里面 他没有办法去抗拒这种经验跟体会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 所以你有时会看到耶利米在那里喊出来 所以你看见有时候耶利米会叫出来 我们想起有些特别的小孩子 他不能表达他的感受 他就会这样喊出来 或者有些小朋友 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他就会大声地叫出来 耶利米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把他里面的一种 divine compulsion 那种被火烧的挣扎 来向神说出来 他就将里面被神圣的压迫的感觉 就把他叫出来 好 第十节至第十三节 就是他祈祷的第二部分 就是他祷告的第二部分 就是他坚持 他坚持 他要坚心来依靠耶和华 他要坚心地来依靠耶和华 他体会到耶和华是一个可怕的战士 只要他站稳 只要他站稳 他继续去宣讲 虽然有很多人来对抗他 虽然很多人来对抗他 耶利米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战士 我听到许多人的蚕绑四围都是惊吓 他说我听见许多人的蚕绑四围都是惊吓 其实耶利米都有这种 paranoid的 有这种受惊过度的惊吓 其实耶利米也有这种受惊过度的惊吓 但是他克服得了 但他克服得了 他胜过了这种惧怕 他胜过这样的惧怕 连我的自己朋友也亏探我愿我跌倒 连我的自己朋友也亏探我愿我跌倒 在一首耶利米的哀告的祈祷里面 在这首耶利米的哀告祈祷里面 神告诉耶利米你不要相信你的朋友 那些阿拿特城的人 神叫耶利米不要信你的朋友 就是那些亚拿达臣的朋友 不要以为讲同一样家乡的乡下话的人 你就是一种亲切 其实他们都想陷害你的 不要以为讲同一个家乡话的人 就觉得亲切 其实他们也想要害你的 这些人不断在那裡 来到说告他吧 我们要告耶利米 或者他被引诱 我们就能够胜他 在他身上报仇 只要他说错一句话 我们就能够胜过他了 只要他讲错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胜过他 第十一节 愿意 第十一节 然而 这是一个信心的词汇 in spite of 虽然如此 我不会退后 我不会善理之手 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 好象甚可怕的勇士 他胜过这些惊吓 他是一个不怕惊吓的勇士 有些逼迫我的都会跌倒 不能得胜 前面的人说 我们要使他们跌倒 我们告他 我们会胜过他 但耶利米说 那些使我跌倒的人要跌倒 想看我遭暴的人 他们会遭暴 要看我遭暴的人 他们会遭暴 他们大大蒙羞 是要受永不忘记的羞辱 他们大大蒙羞 要受永不忘记的羞辱 前面我们开始讲了一个小故事 就是一到六节 耶利米被打被锁了 就是耶利米被打而且被锁起来 这是对他生命的一个羞辱 这是对他生命的一个羞辱 但是耶利米的意思就是 那些羞辱我的人 他们的羞辱是会永远来到被纪念的 但耶利米说 这些羞辱呢 羞辱他的人 这些羞辱会永远被纪念 然后第十二节呢 然后第十二节 他又直接向神来说话 他说试验义人 察看人 肺腑心肠的万军之主耶和华 他说试验义人 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 求你容我见 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 我的案件 向你品名了 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称秉明了 我觉得读耶利米书 我们熟悉的那种神的怜悯心肠 都好像跌落地那样 读耶利米书 我们所知道神的怜悯心肠 好像全部跌落地上 他一直在讲报仇 使这些人跌倒 使这些人受他们应得的羞辱 使这些人跌倒 而且受他们应得的羞辱 但我们要明白 但我们要明白 当耶利米这样来宣告 讲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当耶米这样来宣告 而且讲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开始他跟神是同一阵线 其实开始他跟神是同一阵线 以前他听见神说 会将灾祸临到犹大 他是不停地来代求 很想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他以前听见神讲这些灾祸的时候 他会不断地代求 希望神后悔不将所讲的灾降到地上 但现在耶利米说 把他们让这些灾祸临到他们来到地上 耶利米终于明白神的心肠 为什么灾难一定要临到犹大的身上 因为灾难一定要临到犹大的身上 第十三节是一种哀歌的结束的手法 第十三节是哀歌结束的手法 就是对神的赞美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 好 那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 十四到十八节 好像哀歌不断尾那样 好像哀歌没有断 就是赞美完就应该结束的了 原本赞美完就应该结束了 神已经听了我们的哀歌了 神已经听了我们的哀歌 他会做事的了 我们在那里看神做事就行了 我们在那边看神怎么做事 但是这首哀歌你是停不了的 但这首哀歌确实停不了 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 十四到十八节 耶和华又在那里哀叹 耶和华又在那里哀叹 一个做仇苦的先知 他要付出他的代价 一个最受苦的先知 他要付出受苦的代价 他的哀叹是用一种咒诅的口吻来说的 他的哀叹是用一种咒诅的口吻来说 咒诅 是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 是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 我们读耶利米书是很重口味的 很辛辣 很辛辣 很苦劫 很苦劫 他说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 愿我母亲缠我的那日不蒙夫 人在痛苦中 很容易会咒诅神 耶利米是不会咒诅神 耶利米是不会咒诅神 有些人会咒诅自己的生父和生母 有些人会咒诅自己的生父和生母 耶利米没有这样做 耶利米没有这样做 他咒诅生我的那日 他咒诅生我的那日 他意思就是 我宁愿不存在于人世间 他意思就是 我宁愿不身处在人世间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我宁愿不存在 大家还记得耶利米说 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太年轻了 你还记得耶利米讲过 我什么都不会讲 我太年轻了 神说你在母腹中 我已经拣选你 神说你在母腹中 我已经拣选你 神你在母腹中 已经拣选我 神你在母腹中 已经拣选我 就是我没有得选择 就是我没有的选择 一生就是做 你这些 那么沉重的话语的先知 但是耶利米说 我还有的选择 我在母腹的日子 你叫我死了 我就不用生出来了 虽然在母腹中 你拣选我 生我那日的日子 要受咒诅 母亲生我的那日 要受咒诅 不蒙福 接着就到他父亲了 然后就到他父亲 他不咒诅自己的父亲 他不会咒诅自己的父亲 他咒诅那些向他的父亲 来到报 这个孩子出生的 那些的报信人 他说你们要受咒诅 他咒诅那个向他父亲 来报信的这个人 你们要受咒诅 那个报信者要受咒诅 那个报信者要受咒诅 是因为你将这个喜讯 告诉我的爸爸 因为你将这个喜讯 告诉我的爸爸 他就带着满心的喜乐 期待让这个孩子出生了 他就带着满心的喜乐 期待这个孩子要出生 但愿这个报信的人受咒诅 但愿这报信的人受咒诅 他不会咒诅父亲 他咒诅那个报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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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儿子 你知道流变的名字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看是儿子 看看是儿子 你家里可以传宗接代 你家里面可以传宗接代 愿那个人受咒诅 愿那个人受咒诅 愿哪人将耶和华所庆福 而不后悔的诚语 他说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庆福 而不后悔的诚语 愿他来被庆福 愿他来被庆福 神不会为他来后悔 神不会为他来后悔 愿他早晨听见哀声 响午听见吶喊 愿他早晨听见哀声 响午听见呐喊 其实就是一个亡国的情境 其实就是一个亡国的情境 日头他就听见那些人在哀声 白天他就听见那些人在哀声 午间就听见那些人在哀声 这个就是报信者应该有的下场 这就是报信者应有的下场 现在我们 你可以叫做A君 你可以叫他是A君 大家知道A君是跟耶利米同时代的人 那大家知道A君是跟耶利米同时代的人 耶利米会亲眼看到耶路撒冷城是怎样亡城 耶利米会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城会怎样亡城 这个A君也会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事情 这个A君也会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宣告了一个 因为他向他爸爸报信 一个将要来宣告灭亡的先知 要出生了 因为他向他爸爸报信 一个即将要宣告灭亡的先知要出生了 第十七节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 不杀我 使我母亲 成了坟墓 胎就时常重大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 使我母亲沉了我的坟墓 胎就时常重大 耶利米宁愿死在母腹里面 就是耶利米宁愿死在母腹中 好像一个石胎一样 如果当时他已经杀了我 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杀了我 我就不需要出生 我就不需要出生 我就不需要经历这一切的灾难 我就不需要经历这一切的灾难 我的口就不需要上上来都提及 这些灭亡的事情 我的口也不需要常常提及 这些灭亡的事情 耶利米就做出生的日子 那耶利米就做出生的日子 那些报信息的人 还有报信息的人 他真的很不想活在这个世上 他真的很不想活在这个世上 第十八节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受苦洗我的年日 因羞愧消灭呢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仇苦 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这个就是耶利米一生的经验 这就是耶利米一生的经验 人家结婚他又不可以去起宴 人家结婚他不能够参加喜宴 人家举哀家里有喪事 他又不能够在那些地方聚会 人家举哀他有喪事 他也不能在那边聚会 去到哪里 他都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到哪里都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神又跟他说你不要结婚 神跟他说你不要结婚 你不要害了别人 你不要害了别人 艰难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 其实耶利米这些经验 是代表他那一代的经验 其实耶利米的经验 是代表他那一代的经验 我觉得耶利米这些哀告 为什么我妈要生我 大家都会痛苦地说 为什么妈妈要生我 为什么爸爸要开心地来迎接我的出生 为什么爸爸要开心地来迎接我的出生 这是一个灭亡的一代 每天听见这些战争哀声的一代 每天听见这些战争哀声的一代 那么耶利米的哀歌就停在这里了 然后耶利米的哀歌就停在这里 他不单止为自己祈祷 他知道所有的犹太人 都会有一天跟他一起来经历 他知道所有的犹太人 有一天都会跟自己一样来经历 好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因他救了穷佛人的性命 脱离恶人的手 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 脱离恶人的手 我们一同来站立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无论在什么患难的里面 我们都能够依靠神 我们都可以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开声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你是我患难 中随时的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中随时的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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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中随时的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坚固盼施 我信靠 你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我的四个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中随时的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我们一起承升 我们一起来来来 赞兵我们的主意 祝你是个 神 祝你是我们的诗歌 祝你是我们的拯救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患难 中随时的帮助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高台 坚固盘世我信号 你必不动摇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高台 坚固盘世我信号 你必不动摇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高台 坚固盘世我信号 你必不动摇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主我们多谢你 主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你 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神阿里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听姐妹 起来我们要请大家 我们先为自己的生命 向神歌唱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纵然今天面对世界的困局 面对我们的境况 可能我们仍然在这个低谷 但是神他应许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听姐妹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 讲得出的声音 我们向神去歌唱赞美 感谢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感谢神今天仍然让我们 我们在教会当中 经历神的保护 经历神的看护 天父多谢你 天父赞美你 主因为你要我们同在 主要你让我可以在当中 在教会里面 经历神的保护 主要你一切都是神奇妙宗位 主要你让我 真的可以在当中 经历神里出现我们的平衡 纵然冬断不断 终现一切艰难 主要你多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刷烟二人 你刷看人的肺腑心窗 主要你让我们 在当中经历 耶和华与我同在 就是神你是大能的勇士 与我同在 终现面对世界艰难 经济的艰难不足 主要你让我仍然可以 存在这个世界 你让我仍然能够 可以在神里的家 在神里的殿当中 再一次经历你 主要你这个都是 神里莫大的恩典 主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不单止经历神的同在 主要让我们 与神同一阵线 我们与神站同一个对边 同一边 以致我们可以更深 经历神的爱 神的能力 在我们当中 耶稣我们仰望你 耶稣我们仰望你 多谢你 主要多谢你 是那位时尚 与我们同在的神 主要在你同在里面 我们与你同一阵线的时候 主要我们从你里面 就得着各样的力量 主要重燃你 我们面对各样的艰难 各样的迫白 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 都能够得力 以致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 在你的里面是坚固台 我们的心也能够坚固的 去到面对一切的困难 耶稣我多谢你 赞美你 祷告奉主命求 阿们 丁姐妹今天说到 耶利米他因着真理的缘故 因着坚持宣讲神话语的缘故 宣告神审判的讯息的缘故 去受尽迫白 甚至这一切的迫白 怀疑 他难受到一个地步 他好像在那里奏了自己的出身 他怀疑神对他的简算 他怀疑自己在舞台里被简算 丁姐妹这个是昔日的耶利米 在今天的光景 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有没有都让你 是因着站位 是站稳 是真理的缘故 其实你里面觉得很多的受苦 很多的委屈 很多别人对你的不解 不明白 甚至对你所说的说话 你一方面在说神的话 而人就觉得你所说的这些神的话 有很多的批评 很多的否定 以至到你里面有很多的羞辱 无论你是在职场里面 站稳真理 面对这个黑暗的职场的氛围里面 你是这样经历 或者你作为小组长 你面对你的组员 你知道他走歪了 你也用爱 在真理里面来劝道他 但是他一点都不明白 甚至乎就是这样收弹珠 甚至乎对你有很多很多的致志点点 好吗 如果我在说的是你的境况 无论你过去是这样经历 你真的很大的受伤 或者现在你正正在这样的状况下 好吗 我鼓励你来到台前 我们要为你祈祷 你为了站在真理当中而受苦 受委屈的 受迫白的 甚至很多的冤屈 你无法去跟别人说 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要为你祷告 我们要让神的力量 再一次去到充满你 以至到我们面对各样艰难的时候 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 神让你继续站位在真理当中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继续来到台前 我们要为你祈祷 或者可能在台下当中 你面对同行的家人 他们未认识耶稣 以至在真理上 在信仰上 他们都给你很大的压力 给你很多的说话 让你受尽委屈 这些弟兄姊妹 我都邀请你来到台的前面 因为神明白你的苦情 神知道你为他所做的一切 神今天要来捉我来 来到台前的弟兄姊妹 或者你可以陆陆续续继续来到台前 你可以来到台前的时候 去到向神呼吸 耶利米他面对各样的艰难 他艰难到一个地步 去到就座自己的生命 这个是代表 原来我们在神面前 可以不压一脚 甚至这些不开心的话语 写在圣经里面 原来神都接纳 原来神明白我们的艰难 神也没有宅备 我们里面为什么这么苦 原来神他用极大的慈爱 去到明白我们 去到体恤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来到台前的 你可以向神来呼吸 我也很想去到 邀请我们的小组长 来到搭书我们的姊妹 搭书我们的弟兄 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有人跟他一起同行 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也跟他们同一阵线 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去到鼓励他 去到支持他 所以弟兄姊妹来到台前 你可以向神呼吸 去到同神倾诉你里面的艰难 你里面的苦 后面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在座位里面 你可以为自己祈祷 你可以把手按住你的耳朵 你求神给你一个聆听的耳朵 心靠耶稣 心靠耶稣 你是我的一切 在台前站在后面的童公或小组长 你可以为我们台前的姊妹祈祷 为我们台前的弟兄姊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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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所以靠地 当我在晚安之中 神给你一个聆听的耳朵 神是靠地 神是靠颜的神 我仍要心靠耶稣 我仍要心靠耶稣 你仍要心靠耶稣 你仍要心靠耶稣 你是我的一切 我心所以靠地 神是慈爱的神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即日继续如何加力量帮助耶利米 今天同样要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 无论是台前的 或是台下的 神都要与我们同在 圣经里讲到第十一节 依然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命 去到围堵台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祈祷 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是平安的神 耶和华是沙龙的神 极心的平安 要进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特别进到台前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耶和华亦都是力量是战士 所以神的力量要进到台前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耶和华神是德性的神 神的德性要进到你的里面 当你们每一个位置真理而站立站稳的时候 神最终必得性 你也能够靠着耶和华的得性 12节讲到 擦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君之耶和华 神擦看你们每一个的心肠 神明白你们每一个的感受 神知道你们所欣着他 而承受的每一个的冤 神我还指我必要加力量给你 我擦看你的内心 我知道你是为义 是为我的缘故 所以我必要加力量给你 我是万君之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 必要成为你的力量 必要成为你的思光 并且神对台下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说 我亦都是真理的神 我的话语大有能力 当你们愿意聆听 愿意采在神话语的时候 神的真理要带着亮光 每一句都要尽到你的内心 成为你的生命 成为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是须色都要尽到 STE、ening什么 传相 是帮你 所以 这 高 我的言 是 会 联技 你 我是所依靠地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永远掌权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永远掌权 Hallelujah 主,我们去到赞美你 主,你是永远掌权的神 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去到掌权 主,你在我们教会里掌权 主,你在我们的城市国家里 你仍然去到掌权 主,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就是那个可怕的勇士 主,你就是那个掌权的神 主,我们去到赞美你,多谢你 最后,我很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起来为教会祈祷 当教会要继续去到宣讲真理 要去到叫人悔改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质疑 很多羞辱 但是今天圣经里跟我们说 现而,现而耶和华与我同在 好象甚可怕的勇士 甚至在第七字中说 因为耶利米听了神的劝告 你给我有力量且胜了我 所以这刻我很想呼召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 甚至每一个你会在台上 宣讲神话语的童工 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特别很想为你们去到祷告 很想弟兄姊妹 我们为教会,为牧师师母 为我们每一个宣讲真理的教师 为先知去到祷告 我们就宣告耶和华与我们去到同在 耶和华与台前 每一个宣讲神话语的 这位人去到同在 耶和华与我们教会 我们众分堂的先知同在 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都要成为勇士 我们都要成为勇敢 宣讲真理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举起手 去到为前面的牧者 前面的童工去到祷告 并且为这一刻 瑞士的牧师师母 和两位先知去到祷告 我们宣告他们要有耶和华的力量 成为宣讲真理的勇士 同样我们的利美人 我们同为自己的生命去祷告 求神赐给我们有力量 那份神对耶利米的迫伯 神圣的迫伯 要宣讲神话语的迫伯 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聚人方言祷告 疯狩 我们在街上 小尺 阿们 男人 主要你 Achie 主要你和我們一層的拳牌 我們同意 宗教同意穿一層的 主要你和我們拳牌 宗教同意穿一層的 主要你離開 離開 讓我們的力量聖火 主要我們走在外來上的小學 主要你探望你的力量聖火 主要你和我們尊重的 耶稣,我们奉祢明宣告主,我们是大有能力的勇士 我们靠着祢,亦都成为大能的勇士 神,祢让我们事常与祢同在 以致到我们是经历 神,祢给我们力量,祢给我们勇气 耶稣,我多谢祢,赞美祢 希望我们赞美祢,主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经历神与我们同在 并且大能的勇士,神的能力 应悲我们的时候 以致一切逼迫我们的,都要半岛,都不能得胜 并且我们要站在神的坚固台当中 我们要宣讲神你的真理 宣讲神你的话语 并且我们要将神你的爱,肅性 透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去释放出来的时候 人就看到这个世上是有独一的真实 人在见,神在掌权你当中 希望我们多谢人,然后我们一起举起 祢为牧师师母去祷告 我们用第十一节,我们宣告 耶和华与牧师师母同在 我们一起用第十一节,然后我们一句一句的祷告 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祝福牧师师母 耶和华与牧师师母同在 好将甚可怕的勇士 主你为牧师师母去到真战 为我们教会去到真战 叫一切攻击我们的 都必换到 不能得胜 他们必大大蒙羞 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 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 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 耶和华你是事业异人的 耶和华你是事业异人的 猜看人肺虎心腸的万军耶和华 猜看人肺虎心腸的万军耶和华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们要向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猛耶稣基督的明宣告 猛耶稣基督的明宣告 我们整个的六一一 我们整个六一一 要向耶和华歌唱 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去救我们 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恶人的手 主我们去到赞美你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去到宣告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主你是保护我们的神 主要我们进入在你的坚固台当中 主我们去到赞美你 多谢你 participants 主要抱护我们视频 祈祷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永远 祈祷 我邀请大家再一次 举手为以色列、威耶路撒冷的平安 祷告 神会为以色列做可怕的勇士 神自己兴起为以色列 成为可怕的勇士 神会为祂的子民 祂的选民 兴起成为可怕的勇士 神也会为我们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人 兴起成为可怕的勇士 击退一切四面围绕以色列的敌人 无论多少飞弹 无论多可怕的飞弹 神也会击退 我们一起来在灵里来祷告 为到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以色列神的选民 神祂是耶路撒冷的神 神祂是耶路撒冷的神 我们所信的亦都是以色列的神 亚伯拉罕阿哥 以色列神的神 以色列神 祂是祂要兴起成为可怕的勇士 保护以色列 帮助以色列 这样那里真的可以得梦拯救 祂是为到以色列来求平安 为到耶路撒冷来求平安 神祂保护你的舍民 祂是祂全留那些敬畏你的人 祂是祂全留那些敬畏耶和华神的人 神祂全留是属你的 祂是救恩的 在祂救恩以下的 祂是祂全留 祂让我们继续为以色列来祷告 祂是我们的根 祂多谢祢 祂今天祂听我们的祷告 祂无论我们怎样被神兴望 但我们仍然不忘记以色列 我们不忘记以色列 神的选民整个耶利米书 关乎以色列 神不断的提醒我们 就是要为以色列祷告 在这四十日感色祷告里面 我们不忘记 我们不忘记 神祂是阿伯拉罕 以色列国的神 是我们的神 是活人的神 是拯救的神 也是可怕的用事 祝祢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 祝让我们的心 紧紧 紧贴神的心 我们的心 感贴神的心 我们的心 为神所寄挂的 我们来祷告 来守望 祝祢必然是我们的兴望 祝祢必然赐平安给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个 在神的平安下 我们能够有一个代徒 有一个代徒的心 为到全地 更加要为以色列祷告 奉耶稣基督命祝福我们 奉主的命 阿们